2020年中国与澳洲外交局与紧张关系也反映在经贸领域 中国商务部去年年底宣布针对澳洲葡萄酒 课征反倾销保证金和反补贴税保证金 重创强烈依赖中国市场的澳洲葡萄酒业者 失去中国市场 澳洲葡萄酒业者只能开辟多元市场应变 2020年中已超前部署 另辟台湾 日本 韩国市场 相较于泰瑞尔 来自台湾从2014年起经营葡萄酒业的 刘晨燕拒绝依赖中国市场 他认为分散市场才能分散风险 澳洲葡萄酒工会指出 尽管投入新市场需要耗费许多时间资源 但澳洲葡萄酒在国际市场具有竞争力 开辟多元市场将会是一条必经之路 主要社记者邱德珍 雪莉报道